天天视频会天天大揭秘 最近网上有人说一些无良的商家把鸩唇蛋当鸽子蛋卖可以卖一个高价钱 而且据说呢鸩唇蛋只要10分钟的时间的乔装打扮就能变成鸽子蛋了 那这个是真的吗 鸽子蛋被认为营养价值比较高 在市场上的价格也比其他蛋类高出不少 用鸩唇蛋伪装鸽子蛋 蛋壳上的斑点是怎么去除的呢 根据网友提供的方法 我们准备了在生活重景中找到的四种熔业 草酸 白醋 漂白水以及八次消毒液 将鸩唇蛋浸泡在这四种熔业中 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 草酸杯反应最为强烈出现了明显的气泡 而其他三个杯中鸩唇蛋并无明显反应 但十分钟后用筷子轻轻搅动白醋 漂白水和八次消毒液 鸩唇蛋表面的斑纹也很快就掉了 擦干之后去斑消果最明显的是草酸和白醋 而消毒液和漂白剂处理过的鸩唇蛋表面的斑纹也基本脱落 记者拿着鸽子蛋和处理过的鸩唇蛋走上街头 请市民来辨别 很多人都将去斑后的鸩唇蛋误认成了鸽子蛋 这个鸩唇蛋是什么蛋 这个它是鸩唇蛋 这个是鸩唇蛋 你觉得哪个 我觉得这个是鸩唇蛋 这个是鸩唇蛋 刚刚我给你看这个蛋的时候 你为什么说 没有 我之前听人家说鸩唇蛋是透明的 记者在市场上买的鸩唇蛋为三元一个 鸩唇蛋则是八元一斤 一共四十九个 算下来一毛六一个 这样一算 每个鸩唇蛋的价格是鸩唇蛋的十八倍 营养专家表示 鸩唇蛋在营养成分上跟鸩唇蛋相差无极 只是因为产量较少 所以价格才比较高 而从外形上仔细观察 也是能够辨别出鸩唇蛋跟鸩唇蛋的区别的 从外观上可以看到 这个鸩唇蛋是比鸩唇蛋小了很多 然后从颜色上来看 鸩唇蛋表面呢 是很白的 但是这个鸩唇蛋它略成粉红色 从形状上看 这个鸩唇蛋它一头是圆的 一头是尖的 而这个鸩唇蛋的两头都是这个椭圆形的 没有较大的差异 观众朋友在买鸩唇蛋的时候 不妨仔细观察观察 以免买到假冒的鸩唇蛋